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课咯 看看身边还有哪些同学还没有进来上课的 欢迎大家打个电话跟他说上课咯 好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十七二十街 我们继续有旅游的时光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也有另外一位导览员 就是曾惠玲老师要来带领我们去走街咯 那我们今天要到哪里走街呢 我们要到吉隆坡十五碑在那边走街散步 去了解那里的文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文化 马上请出我们的导览员曾惠玲老师 有请 好 我们谢谢不获得负责人 谢谢你们邀请我们 其实我们应该要介绍一下自己了 我是惠玲 大家可以叫我惠玲 老爸老妈早上好 其实不但老爸老妈可能还沉浸在新年的 这一个整个欢乐和喜悦之中 其实我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还是有一点狂乎的感觉 新年已经过完了 好 这样子只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组织叫走街 走街是在吉隆坡一带了 我们主办这个导览活动 大概十年的这个历史 就是不间断在十年里面 我们一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路线 包括在池场街的美食路线 然后包括在这一个 吉隆坡周边的一些 这个宗教场所的导览 然后包括我们会进去到这个马来人区域 甘邦巴路的地方 就是去为大家导览 马来人的这个文化和历史 然后当然我们也没有错过这个 Britfields就是十五杯 我不晓得在这一边的老爸老妈 其实有没有人就是可能住在十五杯 或者在十五杯成长的呢 因为在我们做导览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常常会发现到说 其实是有这一些老爸老妈 他们曾经住过十五杯 或者是十五杯 现在的这个还是住在十五杯的 然后他们也很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走十五杯 来了解一下这个地方 其实它曾经发生过 在历史上它曾经发生过什么大小事 我觉得这个是很令我们感动的 然后我们也有曾经看过 有女儿带着妈妈一起来 就是来理解一下这个他们生长的地方 曾经有发生过 是有什么样一些 可能他们还没走过的一些有趣的景点 或者是他们曾经走过路过 但是错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这个就是带着当地人一起来走 当然我们也很多 这个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我们来自台湾和中国的游客也曾经来 跟我们一起走过十五杯 我觉得这个也让我觉得很好 因为其实十五杯 有别于一般上我们传统认知的 这个其他的这个基隆坡的这个社区 然后其实十五杯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多元文化混杂的一个地方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介绍 然后我们是从十年前开始 就是主办一系列的导览 然后到2016年开始 我们会主办的这个十五杯导览 关于这个东区和西区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其实太多地方值得去走了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能比较着重说 在说一些这个地方景点的一个历史 或者它的那个文化状况 然后十五杯的历史的部分 就会可能轻轻的带过 让大家理解说十五杯是一个怎么样地方 好 叫我们开始进入散步的时间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很多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看 因为这个内容是要在两个小时 是又要两个小时来谈的 然后我们来大家进入十五杯 我们来这杯十五杯散散步 可能喝喝茶 吃一吃印度人的这个美食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方 其实十五杯的这个地图 你看上去其实它不复杂 我们如果要比较就是简单来分的话 我们看加南顿桑巴达 以上的地方 我们叫就是我们 一般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认知的 非常多金融大厦 以及这一个shopping mall 以及交通的枢纽 new center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来到加南顿桑巴达 以南就是以下的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 特别或者有趣 或者有历史价值的这个景点 值得我们慢慢去走的 所以大家今天可能来到十五杯的话 第一印象就是 KL Central 然后KL Central那边就是交通的枢纽 我们可以从KL Central 去到很多其他的地方 但是其实在KL Central你再走下来的话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散步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 对我来说非常有文化价值 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地方 好 就让大家可能这样子 大概的看过 对它有这个地图 其实它整个走的这个范围也不长 大概是三公里到五公里以内 就是一个很好散步 很好 就是健康的 就是不是激烈性 就是慢慢散步 然后你可以有一天的时间 慢慢的走这个地方 然后当然它还有很多 就是喝茶或坐下来休息 或者是吃饭的地方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走的累的时候 就停下来休息一下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十五杯名字的由来 就是Britfields 大家如果就是一看这个名字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通称为Britfields 但是它为什么叫Britfields Britfields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就是砖窑的意思嘛 对不对 砖窑厂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会被称之为Britfields砖窑厂 然后我们先从这个地图看起 中文名我们把它叫做十五杯 但是英文的话 Britfields其实指的是砖窑厂的意思 所以我们先从十五杯这个名字开始看起 来老爸大妈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一个地图 它在1883年绘制而成 由英国人绘制而成的 然后大家看一看 当我们在提十五杯的时候 那么十五杯的意思是什么 杯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杯的意思就是 Mouth的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以距离来算的话 One mouth就是一杯的意思 Two mouth就是两杯的意思 所以十五杯指的是 它有十五里的这个距离 那么这个十五里的距离 我们就来到了Britfields 那么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那么是从什么距离开始算起 然后到十五杯 就是十五Mouth的这个距离来 我们称这个地方为十五杯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 大家有看到这一个 这边有这一个叫做Daman Sara吗 我相信老爸老妈应该肯定知道 或者有一些是住在Daman Sara 今天的Daman Sara这个地方的 然后大家看一看这个Daman Sara的这个地方 然后曾经有过学者 就是为这个十五杯 从哪里开始算起就是零杯 从距离零算到十五杯的那个距离 从哪里开始算起 然后他就做了这一个 就是比较精细的这一个算法 我们看从十五杯 就是历史上意义的Daman Sara 一百多年前的Daman Sara 从这一杯开始算起 一直到现在Brickfield 十五杯这个地方 它的距离恰恰好 就是十五Mouth十五杯的距离 所以我们今天说 就从Daman Sara这一杯开始算起 为什么从Daman Sara开始算起 其实是因为Daman Sara 当时候来到吉隆坡 已经有一条道路 虽然这个路并不是那么 像我们今天认知的高速公路 还是非常的好 但它毕竟是一条可以行走的路 方便大家就是从各地 或者从有渡河而来 来到Daman Sara这一边下船之后 可以开始以马车牛车的方式 来慢慢的再进入到市区里面 然后到了十五Mouth的距离之后 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所认知的 Rickfields和十五杯 所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地图 然后十五杯就是广东化 所以以前的这个 住在这边还蛮多华人的 华人以这个广东人 还有这一个客家人 以及我是说十五杯这个地方 以及还有蛮多的这个海南人 所以我们今天想象中的 十五杯的居民 都是以印度人为主 因为十五杯我们大家知道 第一个印象浮上来的就是 小印度 Little India的那个感觉 但是跟大家讲一讲说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是有印度人 一批印度人移居过来 然后但是也有马来人定居在这边 以及也有华人定居在这边 华人和印度人的这个比例 其实一直都相差不到 马来人稍微少一点 但所以它一直都是一个 类似像马来西亚这样子的地方 就是它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个民族 不同的群体居住在这边 所以它为什么会延伸出那么多 丰富的这一个文化遗产 然后如果是福建人的话 他们称Brickfields为Chakoki 不好意思我不是福建人 所以我可能念的不是很标准 所以Chakoki值得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也是十五杯的意思 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称之为十五杯 其实是以距离来作为这个名字的 这一个命名 Brickfields就是钻鸟厂的意思 所以英文上我们称之为Brickfields 那么马来人呢 马来人称这个地方为什么名字呢 其实也很有趣 跟华人一样 他们称这个地方为Battu Lima Blast 就是十五杯的意思 所以跟大家提一提说 如果上次有人谈到 说我去十五杯去走走喝喝茶 然后你就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十五杯的名字的由来 是怎么样来的呢 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谈知了 然后我们说十五杯和一个人有关系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知的 大家华人界里面应该都非常 都应该一想到都会知道的 当年华人的领袖 华人的这个讲义单 那就是叶亚来 其实今天很多人说叶亚来 其实把他的名字叫叶亚来 好像有一点不对 因为有一些做历史研究的朋友 他们就会觉得 因为他的名字叫叶德来 就是其实叶亚来是一般这个英国人的叫法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就是我们也把它称为叶亚来 就是翻译叶亚来的话 翻译去叶亚来 其实他的中文名字应该是叫做叶德来 但是没关系了 我们今天还是会用叶亚来 因为一提叶亚来 大家就会了解说 这个是当时候在吉隆坡的华人社会里面的头目 也是吉隆坡第三任奖华人奖必担 然后叶亚来跟Brickfield有什么关系呢 在1876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习价下跌 大家都知道叶亚来是做习矿起家的 然后在习矿下跌的时候 然后叶亚来甚至一个资本家 一个聪明的资本家 他知道我们的这一个 所有的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我们需要分散去投资 然后在1878年的时候 瑞天贤在报告中 他有提到说 叶亚来已经建立了钻窑 也生产了大量的钻块 送到新加坡销售 并送往香港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叶亚来在吉隆坡 已经建立了钻窑 但是吉隆坡的钻窑厂在哪里呢 当然在报告里面 他没有仔细的提到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人说 这个就不需要神提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些人就在 就会去寻找说 亚来当时的钻窑厂在哪里 有一些学者认为说 他会在今天的Brickfields 所以Brickfields钻窑厂 这个名字之所以会有 其实很可能是早期的华人 和欧洲的这个投资家 在那边建设钻窑厂 而大家习惯成这个地方 Brickfields 这是钻窑厂在那边 所以就久了之后 就是叶定俗成而成的一个名字 然后但是最早期的华人投资家 华人这一个钻窑厂主是谁呢 很有可能就是叶亚来 然后在叶亚来之后 其实在吉隆坡 叶亚来是在1885年去世的 所以在1885年 1884年在他去世前一年 吉隆坡只有四间钻窑物 他只有四间 然后据说这四间都是叶亚来的 然后他在1884年年底 证据记录已经有超过了 这个234间钻窑物 在之前他都是 很容易就是被大火烧掉 或者是被水灾淹掉的 这一些 这些用木造成的 这些物质 所以在叶亚来去世之前 他是看到吉隆坡的整个转变 从木亚达木屋 然后转变为比较可以永久性的 专造物 然后在他去世之后 吉隆坡的这个专造物 蓬勃的发展 就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个专造物 在1886年的时候 官方记录有15家钻洋厂 在吉隆坡周边 然后在1889年 官方的地图中 第一次出现了 Brickfields这个名字 所以在1889年以前 可能就是陆续有人谈到Brickfields 大家开始约定书生 或者开始有这个印象 就是在这一段 但是在官方的地图中 第一次出现Brickfields 是在1889年 好 跟大家 就可能我 这个部分我就不深谈 因为太 所以跟大家谈一谈说 就是Brickfields 其实经历过了 怎么样的一个百年的时光 我们知道说 是在这个19世纪末 大概是1880年 大概就这么上下的时间 它开始慢慢的被开展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光 大概在现在 大概已经经历了150年 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时间 其实跟吉隆坡的这个发展 当然有关系 因为吉隆坡当时的经济 蓬勃发展 人口大幅生长 吉隆坡已经成为一个 我们说就是马来西亚 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 当然当时候我们还认为 它只是一个市政 但是它人口非常多 所以非常拥挤 人口外溢到周边的地区 来到了Brickfields 然后有许多铁路工人 和劳工在此居住 他们建立了非常多的 这个非法防护 所以如果老爸老妈 曾经在长年的时候 可能在70年代80年代 有来过15杯这个地方 可能会记忆用心 当时候其实它非常多的 这个非法防护 形成就是第一代的 非法的聚居地 然后这些铁路工人的劳工 大部分是来自哪里了 当然脱不了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印度 一个就是中国 所以他们很多来到这边之后 因为可能很多人 他们也没有想过说 这是他们永久的家 就成为他们我们说热酒 热酒异乡变故乡 他们没有想过说 异乡会成为故乡 所以很多人来 可能只是临时的 搭建了一些非法的墓屋 但是搭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留的时间越来越长 开始第二代出生了 然后就形成了 这一个非法的聚居地 已经我们说热酒异乡变故乡 这边已经成为他们的家乡了 然后在1920年代 甘邦卡迪迦和甘邦区纳 拓展为最大的非法 非法防护的这个住宅区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名字 甘邦区纳 甘邦区纳 为什么叫甘邦区纳 那当然是因为 他有非常多的华人 居住在这一边 然后在1980年代开始 Tamkot 我不懂大家经历 经过的时候 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寓 他的这个建筑计划导致这一些居民 户序被搬出 然后搬迁事情非常多 这个我们就不细谈了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 老爸老妈有印象 在那边有很多的这一个 政府公务员的宿舍 我们今天称它为百年宿舍 因为它里面有100间的房屋建筑 然后在1915年建成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拆除 所以这个是一个百年的百间宿舍 因为它准整100年 然后也100间这个宿舍 然后主要是为政府公务员 就是所居住的 这个我就不深谈 然后在这个 在Brickfields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建筑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去细看 然后可以去了解 然后我们从这些建筑的发展里面 在建筑的整个 或者是当地的群体里面 我们就会了解说Brickfields的这一个 它的多元生态 这些地方等一下我们可以跟大家 就是散步的时候 经过的时候跟大家看一看 第一个就是西兰佛寺 我相信非常多的老爸老妈 都有来过西兰佛寺 在Brickfields的西兰佛寺 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景点 我们都知道 这一个我们的就是 一佛节 就是佛丹日 其实这一个是从 这一个西兰佛寺那边游行 就是从西兰佛寺开始的 然后第二个的地方 那就是叫我们叫做 Swami Baby Kananda Ashtama 这个也是大家值得去看的 它叫做就是变喜修道院 然后这个修道院今天当然已经是没有所谓的这个修道的这个 但是它主要就是作为 记录了当时候西兰人下来这个马来西亚所留下的遗迹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印度庙 其实这些印度庙也是很有趣的 它反映出了不同的丹米尔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来马来西亚的丹米尔人 其实是有来自斯利兰卡 就是我们今天称的斯利兰卡 以及这一个印度的这个丹米尔人 那么丹米尔人有什么不同 我们其实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到 是有不同的 然后他们这个建筑风格也各有不同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就是Sri Khanda Swami Temple 我们会带大家来到这一边 然后来大家讲解 我们会进去里面 就是观看他的一些仪式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叫做Kwisri Krishna 可能大家不懂有没有听过 这个Krishnasen 这个Krishnasen从法也是非常盛行的 不管是在印度 在马来西亚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但是在印度是非常盛行的 这个是专为这个Krishnasen 所建立的 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印度庙 当然他有这个他的历史的这个因缘 这个我们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带大家走来这一边 我们可以大家细细的介绍 然后我们谈这个西兰人百年的移民史 在Brickfields 你会看到有一些建筑 一些显著的建筑 其实是跟西兰人有关系的 我们谈西兰人 就是今天的Sri Lanka 就是他不是印度 他是Sri Lanka 因为他其实今天已经 两个国家已经独立了 所以我们称他为Sri Lanka 西兰人 然后来自西兰人的有两个民族 一个是Singhalis 就是比较多是信奉这个佛教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Tamil 但没有人 然后是信奉印度教的 然后刚才我们 就是大家看了一些地方 我们知道说 我们来到Brickfields 我们可以知道西兰人的百年移民史 因为这一个他们留下的一些建筑遗迹 跟他们留下的一些文献 其实都清楚的到明了 一开始西兰人是怎么样来到 马来半岛的 是因为英殖民政府需要 西兰的这一个铁路机构 就是比较是属于 这一些公务员 然后或者是精通英文的这一些 就是文员 来到马来半岛 然后做管理的工作 因为他们精通英语 他们熟悉英国的 这个工作制度 因为当时候西兰也是在 英殖民政府的这个管辖之下 然后他们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防止华人人口过渡 他们希望引进一些不同的族群 来到这个Brickfields 来到建国这个地方 然后让这些西兰移民 可以就是摆脱在西兰那边 传统的这一个保守的主性制度 因为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谈待多 因为它其实就会很深入 然后我们只是让大家理解说 西兰是被英殖民政府带进来的 主要是因为他们精通英语 他们熟悉英国的这个工作制度 然后他们可以做文言管理的工作 然后所以他们也把什么带过来呢 把他们的宗教带过来 西兰的上座部佛教 所以西兰的上座部圣旅 然后以及这个淡米尔的印度教祭司 或者是西兰的基督徒都随之而来 所以我们今天在Brickfields看到的是非常多元的 有趣的这个宗教的场所 然后在独立之后 其实西兰社群人口就没有看到有在增长了 在整个马来西亚可能也不过是几千人而已 然后西兰佛寺 上座部佛教进入马来社会 进入华人社会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有去到 看到的西兰佛寺 我相信很多老爸老妈应该有听过这个地方 或者有来过这个地方 或者甚至是常常来 就是来参与他的一些活动 然后其实西兰佛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对佛教徒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他原本是信奉这个上座部佛教的Singhalis 就是来自这个西兰的Singhalis 带过来的上座部佛教 然后他们成立了这个西兰佛教经经会之后 一直到50年代 整个这一个西兰佛寺里面的 这个兰卡 就是西兰兰卡 这个上座部都是移民的这个宗教 意思说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 比较少对外开发 也比较少就是外面的 不同群体的人会过来 然后成为他们的Singhalis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属于西兰人的这个佛寺 但是在了1950年代初 可能大家有听过非常著名的 达摩南托长老 开始来到这个马来亚 来到马来亚 然后让上座部佛教 要跨越单地族群 到今天西兰佛寺其实95%的这个信徒 95%超过可能的信徒 都是这一个华人 然后他原因就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 达摩南托长老来到这一边 然后开始进行了非常多的跨种族的活动 然后让这一个西兰佛是成为这一个华人居多的 今天非常多 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的在马来西亚的西兰人不多 所以一个群体我们说一个民族的宗教他需要继续发展下去 他需要别的养分 他需要当地的这个信奉其他信奉佛教的这个族群进来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西兰佛是非常多的华人这个信徒 然后甚至在紧急状态的时候 因为达摩南托长老他有去到华人新村里面红法 所以吸引到了更多的华人进来 然后在1962年他成立了佛教红法会 向华印青年红法 每一年的威赛节游行 皆是从这个西兰佛寺开始的 这个是大家可能都会知道的 这个千年如果我们来到西兰佛寺 我们不妨好好的来到这一边 感受一下他的气场 非常的好 如果今天老爸老妈是佛教徒的话 建议大家来到这一边感受一下 慢慢的就是感受那一个 这个佛教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之地的 这一个可以好好的看他的一些地方 然后去进去里面就是敬拜 然后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是千年佛菩提树的鼻 我们说他为什么叫千年菩提树 这两棵树 如果大家我们可以看到 那其实是因为当年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说佛陀在菩提树下成 就是立地 然后成佛 然后他在这个菩提树之后的这一个种 这一个他的种子其实就带过去了这个西兰 然后在西兰那边也成长了非常大的这个菩提树 然后在这一个西兰人的这一个生理的这个代谢下 他们也把这一个西兰的这一个菩提树的种子也带过来 所以成了我们今天我们说 他其实是属于当年佛陀成佛的这一个子子生生的 这个菩提树文 然后我们谈一谈西兰里面的这个淡米尔人 他是英殖民政府 刚才我们有提到了这个初级的官员 因为他们懂英文 他们可以跟英国的这一个殖民官员合得来 了解他们的这个工作习性的文化 所以他们在后来成为了城市的中上阶级 多居住在雪龙一带 然后他们受的英文 他们其实受的教育是以英文为主 当然有受这个淡米尔教育 然后被一些这个来自印度的淡米尔人认为是属于黑皮肤的这个欧洲人 然后因为他们讲的是英语 然后是属于管理层是管理他们 管理这些来自南印度的这个淡米尔人 然后他们自视自己为比较高的中心 然后Murugan就是我们刚刚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刚刚两天前的大宝圣节 我们说这个敬拜的神是什么神呢 那就是Murugan神 所以Murugan神也是西兰 来自西兰的淡米尔人的宗族保护神 宗教代表建筑 就是今天在吉隆坡15倍的Svikandaswami Temple 这个就是Svikandaswami Temple 如果我们来到这个15倍的话 我们必须要停下脚步 进去里面 然后细细的端详一下 也感受一下他的气场 也感受一下就是在这个里面 他那个庄严的那个气氛 然后在里面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在15倍曾经有过这个Tordichoke 椰花酒 椰花酒的这个小店 大家今天已经拆除了 然后我们当然经过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进去里面 认识一下这个Temple of Fire Arts Temple of Fire就是印度人的艺术殿堂 成立在1981年 创办人是希望为马来西亚的印度孩子提供优质的印度文化 这个印度的艺术文化交易 然后所以大家来到这边可以进去里面看一看 因为他常常在Temple of Fire Arts 就在15倍里面 Temple of Fire他常常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印度舞蹈 印度歌曲或者印度文化表演 我们觉得大家可以来这边就是可以来观赏 觉得非常的有趣 而且如果有任何就是人 包括老爸老们 如果你对印度的这个舞蹈啊 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边学习 他的这个学费其实相当的 相当的便宜 所以在里面可以学习到这些南印度的传统舞蹈 包括这个我们知道的 巴拉塔纳阳 以及Odyssey这些舞蹈 这些舞蹈也常常会有在这一个 Temple of Fire Arts里面做表演 我曾经有去看过几场 我觉得相当的很 就是很不错 然后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就是惊讶 然后但是其实我后来我也去参加 他们的这个印度舞蹈课程 我觉得也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如果有孩子们有兴趣的话 也建议你可以来这边学习 然后最后我们可能来到这边 就是Swami Bibi Kananda Asrama 这些其实我推荐的大家 都是跟宗教有点关系的 因为BJ我刚才谈的就是 移民带来了他们多元的宗教场所 然后大家可以来这边就是观赏 去理解 然后这个Swami Bibi Kananda Asrama 很多人有经过 但是其实他不大懂的一个地方 然后其实他叫做 便洗修道院 就根据名字来说 他叫便洗修道院 是1904年来自西兰的 也是西兰 一个是斯里兰卡的大米人 成立的越南士 提供这个阅读的教育 然后在1914年 在十五倍他们建立的这些学校 他这个是为了祭练这个Bibi Kananda大师而建的 然后Bibi Kananda大师是谁呢 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意义的戏谈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在印度 非常著名的宗教改革大师 然后今天在这个Swami Bibi Kananda Asrama里面 他有提供瑜伽的服务 还有宗教和心灵教育的课程 一些跆拳道的课程 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个 然后在刚刚我们讲的 经过Jalanskop的一些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印度庙 然后除了刚才我们谈的一些印度大庙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印度庙 叫做Hanuman Temple 然后他现在还在修建当中 如果他做好了的话 就是已经修足好的话 你可以进去里面看 大家看一看 这个Hanuman其实是印度教里面的这个猴神 然后你们看一看 他把这一个猴神的这一个样子 就是把他再把他移过来 放在这一边 大家看一看觉得是不是很熟悉 很像我们所认知的这个 齐天大圣十五空 对不对 那个造型 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 如果大家来到这边 我们可以带大家就是 慢慢的去讲一讲 齐天大圣书悟空和印度教里面的猴神 他有什么样的这一个关联 然后这个旁边的部分 他也在修建当中 他修建成一个大庙 Muriswara Temple 然后Muriswara神是现在我们的南印度的大米尔人 最为主持的其中一个神 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一个跟大米尔人有关系的一些其他宗教场所 包括这个属于大米尔人的Mentotis Church 然后还有这个属于南亚的这一个清真室 然后还有当然还有这个华人的三教堂 华人的属于这一个新华人的三教堂 我会带大家进去里面看 因为这个是属于也是体现的 就是在当时候的Big Fields 不单单只有印度人 其实是华人群体 然后还有这个城隍庙寄宫坛 非常的有趣 因为在马来西亚 城隍庙是不多的 然后在这个城隍庙里面 他们引进了棺材 就是你可以来这边体验棺材的 躺在棺材里面 应育着这个圣官发财 贤鲜鱼翻身 其实是给一些就是来到这个谷底的 就是来觉得生命中来到谷底的人 他想要鲜鱼翻身的话 其实这边就有提供一个这样子的service 然后还有当里面有这个马来亚的 这一个马来西亚的马人协会 如果老爸妈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们也可以来这边 跟这个马来西亚的协会可以来一个交流 可以理解一下说 马来西亚的盲人 到底是一个这样的群体 然后是在15杯这边 我们常常看到有非常多的 由盲人或者由视障朋友 所成立的这一个 就是按摩的这个中心 然后大家可能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让盲人就是专业的按摩 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他在这一边 在15杯 他有三场非常精彩的这个庆典 一个就是Skandasasti 然后一个就是卫塞节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城隍节的这个花车游行 然后在15杯的美食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 我们今天只是顺手拈来几个美食 比如说在后巷有这个砂锅的炸饭菜 其实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价格也相当的不贵 就相当的便宜 大概是10块钱以内 你可以吃到很好吃的这一个炸饭菜 然后这个印度人里面 然后他有这个素食餐厅 然后这个素食餐厅 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然后在这个素食餐厅这一间呢 其实他是提供 就是说如果 这一边 你可以选择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可以给你觉得 自己觉得就是能力负担得起的 比如3元 5元 10元都可以 就是你自己选择可以给 他没有把价钱放出来 就是你自己 觉得你负担得起什么价钱 就给你什么价钱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然后还有来自南印度 Chetina人的美食 我们叫做Chetina 传统美食 当然传统美食代表是什么 就是香蕉叶饭 Masala菜 这个都是很不错的 然后今天 我的这个Big Fields的散步 我们就来到就这边 然后欢迎大家 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交流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的曾恢林老师 今天呢 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场 这个Boot Duke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原来呢 开始早生的时候呢 惠林老师其实是 可以给我们奖上下两场 就是15杯的这个课 但后来呢 就是老师真的是 很就是时间 真的很忙 开始结婚后啊 这个理由也好了 非常棒 对没事 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感谢 惠林老师虽然说 下星期没办法给我们讲课 但是呢 还是很用心的 给我们安排的 另外一位朋友 必须来给我们 上这个旅游的课 非常在这边呢 非常感谢 感谢惠林老师的用心 那之前的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老师 也是由惠林老师 这边来协助安排的 那真的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就是 所有的这些公益老师啊 其实都很用心的 要来陪伴老爸老妈 上课哦 你知道惠林老师的妈妈 也是常常会跟着 我这边的平台来上课 所以惠林老师之前 就听说过我们了哦 非常感谢 那也会有的 我其实还常常 我自己本身也常常 也来听的 因为我觉得真的 这边提供的课程 相当的不错 对我来说 我对一些东西有兴趣 我就上来听一听 我觉得很好耶 其实真的 所以我们也要感谢 不破生命学员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做得非常棒 因为其实我们也注意到说 在马来西亚的 这一个老年人口 慢慢的一直在增长 其实当时我们 有在观察一下 台湾的情形 日本的情形 然后我们再看马来西亚 那时候我在心想 再过多10年 20年 其实这个人口那么多 老人人口那么多 但是好像我们 没有一个太多的 这一个所谓的文化空间 让老人在晚年的时候 或者在空潮期 他们怎么样 就是可以有数字的度过 然后突然之后 我就有看到不破学堂了 太好了 非常的及时 其实我们不破这个题材 也是就是 感谢所有的公益老师 大家一起来成就的 今天老师的堂课 已经是来到第740堂了 所以我们真的 非常棒 所有的公益老师 接棒 接棒 然后来共同成就这个部分 然后来陪伴我们的老爸老妈 从陪伴他们走过这个MCO 到封城期到解封了 到现在 大家依旧在这边陪伴这老爸老妈 我们也希望呢 更多的老爸老妈 真的也可以进来一起学习 了解 文化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很大 不同的专业的朋友 都可以进来跟我们分享 打开老爸老妈们的这个视野 我们相信呢 这个部分可以帮助我们老爸老妈 刚会宁老师讲的 中朝也好 或者是退休后 不晓得要怎么生活 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相信呢 可以在那个里面呢 可以给大家有一些灵感 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老爸老妈 常常上课的已经很忙了 他们都说 现在很忙了 学会了减职啦 分采啦 这个缠绕啦 等等的 他们现在也可以 也做一些手工啊 然后开始回馈给这个社会 帮助他们的学校筹款啊 等等的这个部分 那过去两年 他们也帮助我们 这个姐妹组织 我们来夏乐里照顾学会 筹了款 非常感谢我们的老爸老妈 所以不只是丰富了自己 也可以就是来为这个社会 继续服务 跟这个社会有个连接 其实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非常 谢谢谢谢惠玲老师 我们希望以后惠玲老师 谢谢小薇 继续来给我们讲课 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 很多老爸老妈 延伸他们的视野 去看到世界更新 因为你们都走过了 你帮他们延伸 那真的有一天 大家要想走出去的时候 来到十五杯就知道 这个地方老师 曾经讲过 我们其实也希望 我们可以从老爸老妈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从这一些 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跟 就在我们在做总结课程的时候 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 就是年纪也比较大的 朋友也一些来参与 其实我们很希望 他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毕竟 我们所做的很多一些实地考察 或者文献的这一个就是去理解也好 我觉得我们都比不上住在当地的人 所提供的一些想象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结合 更多的就是当地人 在这一边的他的对这个地方曾经有过 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经历 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 所以我们其实很感动了 就是我们常常会有当地人跟我们一起走街 然后大家看一看地图 其实这个图其实是我们在为这个 应该是词迹 词迹的这些老师和同学们做的这个导览 我们常常也为不同群 对不对 我们有为不同群体的老师 或者是不同群体的大学 或者是这些学校 我们做这个导览 因为我觉得其实也很好 就大家来到这一边 我们为他们做不同宗教的这个导览 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因为即使你可能是佛教徒也好 或者基督教徒也好 但是你可能 或者你甚至是无神论也没关系 其实来到这一边 我们其实想要感受一下说 这一个就是很多移民群体 来到这一边 来到马来亚当时候安身立命之后 他们怎么去想象说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说 从异乡变成家乡 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安身立命 我觉得这一个宗教提供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危机 所以我们常常在宗教的场所 我们看得到移民的助记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是非常有 非常有 非常有趣 也非常打动我的这个部分 很棒 我们相信就是每块土地 都是有他们的故事 然后呢 有里面很精彩的人物 然后也很重要的一些力量 大家点点滴滴 你做一些我做一些 然后来构成了整个社区 很特殊特有的一些文化精神等等的 所以惠玲老师 我们真的很希望 您或者是您的团队 还有你们的朋友们 就是能够来给我们讲不同地方的这些故事 好 可以 谢谢小薇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是 好 那各位朋友 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会有惠玲老师 特别推荐的阿豪导览员呢 来给我们分享 分享什么呢 我们要分享了解 各个籍贯的美食和棉菜 可能老师很会透过 可能不同的地方的美食棉菜 来让我们知道 那他第二个这个分享的题目 是这场街 这场街的这个美食有哪些呢 我们都也很感谢 下两个星期 有个宝宝来给我们做分享 好 那我们跟朋友 刚刚惠玲老师有说 这个题目真的很好 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鼓励 很多的老爸老妈 阿公阿嬷都来上课哦 明天呢 我们早上9点15分 我们要办一个 简单但隆重的 我们的开学礼 希望呢 我们的老爸老妈们 还有我们面子书上面的朋友 都能够准时哦 9点15分 在上课之前 先来进行一段 的开学礼 希望大家明天能够准时 进入这个Zoom讲堂 好吗 好 我们这边呢 再一次谢谢 谢谢惠玲老师 现在我们要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 同样的 像往常一样 我们要进入Zoom讲堂 也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是 好 我们现在呢 要进入Zoom讲堂的 交流时光哦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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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